对不起,我讲口齿不轻是吧 委员你好 是,副部长您好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案子很多 里面牵涉到一大部分都是我们预算冻结的相关的案件 所以我花了一段时间 仔细的去看了一下 我们司法院所提出的相关的解冻的说明 希望能够解冻 在司法委员会我是经验很短浅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财政委员会 所以我对预算的问题比较敏感一点 我们通常看到了原来被冻结的预算要解冻 基本上呢 当然我会希望比较追溯 当时冻结的原因 那么现在呢提出的解冻的报告 到底有没有办法具有说服力 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个事件呢 其实已经处理了 那么该改进的地方 我们也承诺要做一些处理了 那么所以因此希望我们能够解冻这个预算 让这个业务的执行能够更顺利 所以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基本上我大概花一点时间看了一下 所以要请教副秘书长有几个我不清楚的地方 第一个是第二案 有关于这个通议制度的这个问题 通议制度 我请教一下封秘书长 像我可不可以当通议 可不可以 通议我们就是 哪一个语言 对对对 就是说我如果说英文我可不可以 可以当然是可以 所以就表示说通常通议人才 我们并没有很严格的规定 但是我们也经过一个林贤 然后受训啊 讲习啊 那我要请教就是说 这个通议本身 当然它不能够只是说 一般只是你会懂这个语言 就可以一定符合当通议的条件 因为在法律上其实在应对的过程 在传议的过程 其实有很多的专业嘛 然后有一些很特别的要求 所以我这边看到了这个 提到的一些通议制度啦 改善的这个措施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稍微的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像一般如果我们 譬如说我们社会上流行 那种口译的制度啊 譬如说我们要直接用口译的方式 马上就传送 然后我们带耳机就可以听得懂嘛 那其实基本上是有一些 证兆的概念在里头嘛 不是任何人 即使我今天留学美国好几年 这是我也担任不了口译的 这样一个要求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制度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改进的思维上 类似一个证兆的概念出来 可不可以 他就说不是你懂这个语言 你懂越南话 你懂泰国话你就可以 当然我们要政府 它核发这个语言能力 要达到终极以上 对那可不可以 我的意思说可不可以用一个 比较严谨的证兆制度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一直觉得 这个法律上的部分 其实在要求上应该更严格一点 对证兆里面 因为牵涉到考试院的职业 我们去研究看看啦 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可不可以麻烦往这边 稍微去思考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传译的过程里面 只要稍有疏忽 其实有时候影响 其实蛮重大的 我们最关切就是 同意他的 同意翻译传译到底正不正确 是 那会是最重要的 是是我了解 但是如果我们在制度上 因为我们要讲说 我们会改善嘛 如果可以类似建立 这样的一个制度 当然他可能不是需要 很严格的说这个 这个语言上的测试了 不过原则上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稍微努力一点 在作为上稍微改变 好不好 第一个 第二个我要请教你就是说 这个有很多的被冻结的案子 其实都是类似的 就是有关监听的部分的改善 监听对 监听部分 有没有烂发 然后法官在准许的时候 标准在什么地方 然后在执行过程里面 有没有好好的监督 对 这个是同样的题目 在各法院要回答 但是站在司法院的立场 我觉得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 看起来每一个地方 回答情况都不一样 当然这中间 我觉得有点失望的意思是说 站在司法院的立场 即使各法院有这样的 不同的这个 回来的这个意见了以后 即使司法院要负责 做一个比较更后续的 一种这个控管 那个控管就是说 一方面要汇整 每一个法院的这个情况 第二个呢 其实要有一些内容上的 统一的要求 那我现在看到了 其实各地的呈现 副部长我跟你报告 我举个例子 譬如我看苗栗地方法院 我们问的问题 那个民意代表立法院 这么清楚的 希望能够得到答案 结果他怎么讲呢 他说通讯监察 犹如两面刃 一方面为犯罪侦查之利器 一方面意为干预 人民什么秘密通信 自由的强制处分 因此呢 我要秉持戒慎恐惧的态度 我独立 我客观 行使审判机关的职权 这讲得得没讲吗 你用这样的词汇 人家我们做的决议案 是这么的明确 结果他用这样的应付 司法院看到这样的违反 你不会觉得 你根本送不出来嘛 所以我觉得 你自己我像这那一段 你看得下去吗 我们有些是写的不是很中严 不是吧 你这样把我们做的决议 当成什么嘛 我们 其实我们在司法院 有很多的要求 针对这个 对啊 所以这样的东西 你怎么送上来呢 我看了以后 我简直是 不可思议 我们那么努力的 希望说各个法院检讨 我们各个法院在执行 要检讨嘛 检讨你就提出 你这个法院 到底有碰到什么状况 你的以前经验 到底是如何 那我真的因为这次的机会 我希望能够达到 把预算解冻 就随便这样两句话 这 超教科书啊 但我们认为 这部应该还要再检讨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我绝对不应该 我知道不想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针对这个监听这部分 确实有很多的要求 不是 我跟你讲 副院长 我其实担心 我刚刚一再强调 虽然我法律的专业不好 但是我告诉你 在预算的过程里面 当我们立法院 有这样的决议的时候 你要很严肃的去面对 你不是以为说 我们冻结你了 冻结我到时候就 反正把送几句话过来 反正你一定就是又解冻嘛 是 那我们这样冻结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冻结的意思 你以为是我们只找麻烦而已 只是爽一下而已啊 那我言当不是这样的 不要这样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我看了以后 我真的实在是 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部分我们会检讨 好不好 第三个 我另外看到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那个参审制度 就是陪审 参审制度 那参审制度的里面有提到说 我们现在是市刑了 对不对 那市刑的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慢慢的去推动 那这个制度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的支持 我希望它能够很快速的 能够变成是我们台湾 在这个制度上改革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呢 我也知道 我连续参加了几次的相关的讨论以后 我也发现 制度在推展的过程里面 其实大家 目前呢 有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不能够让这个制度呢 被大家解释成 我只能看 不能够判 对不对 那目前 我们司法院打算怎么做 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我们协事厅 主管厅的来说明一下 我只是要知道说 这个问题现在是一个增结 我们要打算怎么做 对 这问题其实 这个 他们官审员的意见 我们一定要参考 因为你这个不能破 这个制度可能就被卡住 对 当然我们有牵涉到 违宪遗例的问题 所以目前是这样做的 我还有点时间 你不要站起来 我压力很大 我以为说你站起来 表示我时间到了 我以为时间到了 目前我们的做法 还是希望这个官审的意见 法官一定要参考 他在判决理由里面 你这样讲 这个是太一般了 大家都这么说 问题是民众 民众就没有办法 就接受嘛 我既然参加了 然后我又不能够 有一些影响力的话 你当然可以讲说 我法官在判的时候 我会参考你的意见 不得白讲吗 当然你不参考 你就判决就违背法律嘛 上级就会撤销啊 对啊 参不参考 最后我还是按照 我的决定就这样做 我今天之所以要请教你这个 我还是用外行的 外行的角度 我希望能够提醒你 建议你 我们一定要让 在制度上 在游戏规则上 把刚才你讲的那个话 所谓的参考 要转变成为有约束 你这样才会有效果 所以我大胆的建议 实质上还是有约束力的 如果 我大胆的建议 如果所有的官审员 做出一致性的决定 那个决定就要有约束力 OK 那也许你会觉得 那个约束力不能取代法官 我也同意 但是我们在机制的设计上 我大胆的建议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它就相当于 法官的地位的一票 你懂我意思吗 我的意思说 你一定不要只是讲这种 这个虚无缥缈的话 原则的话 因为这样的话 对问题的解决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一定要设法去解决 把它转变成为 在运作上 大家可以具体感受到说 我今天如果 所有的官审员都共同决定 认为他有罪 他就要有约束 那个约束力就相当于 整个在讨论的法官里面的角色 的一个独立的性 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众才会放心说 如果在这个情况 如果所有的官审员都认为 的确是有罪 那当然他就应该有 某种程度上的更具体的约束 好不好 这个是当我提供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要面临这个问题 我一开始就讲 我支持这个制度 但是 有问题 我们要设法突破 在突破的过程里面 不要一直重复 讲原则性的东西 好不好 我们要设法去把它转变成具体可疑操作的 这样我们这个制度才有办法往前走 好不好 这是几点 不过最重要还是 那个预算冻结的部分 真的麻烦 我们司法院以后不要再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其实真的看不下去 是的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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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